跟陆富山圈一样 理想这两天的股价也暴跌了 市值凭空蒸发掉了几百亿 这个事情我只说 跟他最近发布的这款纯电信车 Mega有直接关系的 这个车3月1号上市 发布会开完当天美股就掉了 然后到了3月4号 三天之后的港股继续暴跌 因为你根据多个 第三方的市场渠道信息显示 理想Mega这个车 开启预定之后的三天时间里面 销量远远不如预期 原因我认为主要是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价格偏高 它是55.98万起步 但同级的竞争对手 你去看腾市D9 33万起步 小鹏X9的话 13万起步 还有一个原因 可能跟这个纯电有关系的 因为理想以前做L系列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做真程车 当时做真程的时候 那免不了就是有的时候 得说一些纯电不好的这个话 现在自己也做纯电了 那这个事情一方面有点攀卡之交的意思 但是最重要的呢 真程车这个品类呢 技术落后归落后 有不少消费者而言 都我自己调查过的 那么还真就喜欢真程了 你觉得这个真程我开长途的话呢 我既舒服又放心 所以说哪怕你 哪怕是被很多人认为是落后的技术 华为也开始用了 理想当年其实就踩对了这一点 一直就在造这个真程车嘛 但这次他不造了 开始造纯电了 那所以说是不喜欢纯电的那些人 他就不来了 当然这次的这个Mega车的话呢 还有一个相当要命的地方 就他的这个造型啊 尤其他的汽车屁股 那设计确实太有争议了 有很多网友甚至还产生了一些 非常晦气的这个联想的 然后还在大量网友在那里 卡卡P图传播啊 导致理想都坐不住了 开始发律师行了 他这个车是原本在保日捷工作的 那个设计师设计的吧 但外国人不懂中国人的这个审美也就算了 你们理想内部的人 怎么就没有意识到 这个车位他有争议性呢 是不是啊 你说如果说这个车 最后真就卖不起来的话 那我认为设计师也好 以及最终拍板 是吧 定案的那个项目负责人也好 需要负重大责任的 通过这个事情啊 或许也给这个理想本人呢 敲了个警钟 理想汽车过去确实很厉害了 也开始盈利了 但理想汽车的这个位置 可能还是不稳固的 是不是啊 这就像刚成立的一个新国家一样 依然危机四伏 一旦风吹草动的话呢 还是容易呢 重新陷入到风雨飘摇 尤其我发现理想这个人呢 他还是个血气方钢的创业者 有的时候 弄不出自己的情绪 会反击一个友商 反击网友啊 这个事情顺境的时候 感受不出来的 但到逆境的时候呢 现在看来 别人的这个积怨啊 都会像洪水一样爆发出来 涌向你 结果呢 就是让本来就风雨飘摇的你呢 更加的雪上加装 当然理想终归是一个 身经百战的企业家了 我相信他还是有招去应对 接下来的这个坎坷的 那么大家看好理想 这个车的这个前景吧 说说你的想法 我想不可以安靠没有 小商量的 是吧 这一集上的 什么 被困怎么